七步成诗 是最有才华的 曹操也因此想费长利诱 立曹植为太子 俗话说 今无足斥 人无完人 曹植也并非完美之人 他常因好久 任性而误事 出了不少差错 使得曹操无法接受 对曹植很是失望 但是他的哥哥曹丕 善于察言观色 笼络人心 终于被立为太子 曹丕即位以后 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 便先下手为强 夺了二弟曹张的兵权 又逼四弟曹雄上了调 此时就剩下老三曹植 曹丕深恨之 几次想加害于他 有一次 因为一件小事 曹丕趁机命令曹植 在大典之上走七步 然后以兄弟为题 急性引一首诗 但诗中却不能出现 兄弟二字 成则罢了 不成便要痛下杀手 曹植明明知道 哥哥是故意刁难自己 但曹丕如今是皇帝 也只能为命是从 想到迫害自己的人 是自己的亲兄长 曹植感到异常悲愤 他在夺步之间 承诗一首 皇帝曹丕听了这首诗 感到很羞愧 没下得了首 只是把曹植贬贬为 安香喉 七步成诗 是指七步之内 能完成一首诗 必欲此人财思敏捷 知识渊博 如 衙内并非匹性顽语 而是智性聪慧 否则 这数月时间 可到不了七步成诗的地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